婆婆的干女儿,带着孩子住进我家,想要勾搭我老公,霸占我家家产,结果我能听到她的心声。 婆婆咳嗽,她表面关心,实则内心,别死这么早,银行卡密码我还不知道。 我要出差,她热心地帮我收拾东西,实则内心,机会终于来了,晚上我就爬上阿宇的床,让她把你踹了。 阿,让我教教你做人的道理。 一,晚上我和婆婆逛街回来,一个抱着孩子的陌生女人出现在家门口,脚边还放着个行李箱。 我和婆婆相视一眼,纷纷摇头。 陌生女人看到婆婆后,泪眼弯弯地叫了声,干妈。 婆婆正了下,才恍然想起,是小静啊。 周静是婆婆的干女儿,听说小时候两家来往密切,后来长大些周静就不怎么喜欢来婆婆家玩。 几年前去外地上了大学,更是彻底跟他们一家断了联系。 婆婆连忙去开门,周静应该等得有点久,抱着孩子的手发抖。 我想了想,好心上前替她接过孩子。 周静躲了下,眼神不善地上下打量我。 婆婆回过头看到这一幕,热切地介绍,这是我儿媳妇,你与哥哥的老婆,李思思。 周静脸色僵硬了顺,悄悄地拿眼瞪我,随即带了点恨意地将孩子塞进我怀里。 我,就莫名其妙,等我安顿好孩子出来。 两人坐在客厅沙发上聊天。 你回过家了吗? 婆婆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周静。 回,回了。 周静眼神闪躲,我哥不让我进门。 那你爸妈的事,提到他那去世的爸妈,周静忽然垂下头,泪如雨下。 他说自己遇人不输,碰到家暴难,对方没收他手机,限制他外出。 心情不好,拳打脚踢,更是家常便饭。 因此才没接到家里的消息,我靠着墙,细细地打量他,脑袋上缓缓冒出个问号。 就冲他瞪我那两下,可不像任人揉脸的样子啊。 二,周静说他是偷偷跑出来的,加上长久没工作,身无分文。 婆婆作为他的干妈,没理由将人送出去。 在征询了我和老公的意见后,让他暂时住了下来。 好好把孩子带好,你哥那边我会帮你说说的,亲兄妹,哪有什么隔夜愁。 周静听了后迟疑了下,不急。 我,他不想早点回家吗? 婆婆知道我有严重的睡眠障碍,特意将周静和小诺安排在距离主卧最远的客卧。 可架不住小诺夜里时常哭闹,即便间隔得远,我还是会每天被他的哭声吵醒。 又一次半夜醒来,想着反正睡不着,就披了件衣服,去阳台吹风。 结果一回头,看到周静充满恨意的眼神,一下一下拍打孩子脑袋。 我整个人都傻了,台步就要去阻止他,可等我到他房间时,他又换上了一副慈母的模样。 见到我就惊恐地哭,是不是孩子吵到你了? 对不起,都怪我没用,越哄他哭得越凶。 思思你要骂就骂我吧? 孩子小,什么都不知道。 婆婆听到声音也跟了出来。 看到一大一小哭得伤心,连忙跑去安抚。 周静还在对着我一个劲地道歉。 我呆愣地处在门口。 真无语,他妈给无语开门,无语到家了。 婆婆私下跟我说,他哥那边有松口的迹象,应该过不了几天就能帮回去。 哎,要不是看他可怜,我也不会留下他,这段时间你没睡好吧。 婆婆平时带我不错,想着跟周静也没几天相处,我自然不能让他为难。 三,然而,我从周一盼到周五,把我那出差半个月的老公都盼回来了。 周静哥哥那边却毫无动静。 我跟他嫂子是一个单位的,侧面打听过,他说昨天他们兄妹见了一面,回来后他老公发了好一通脾气。 扬言死都不让周静进家门,这让我犯了愁。 琢磨着是不是要跟婆婆商量下。 恰巧婆婆端着鸡汤推门进来。 我买了只乌鸡给小静补身体,知道你不喜欢喝,但里面放了野山餐,给你送一碗过来。 我接了个工作电话,婆婆放下碗就走了。 我盯着乌鸡汤陷入挣扎。 乌鸡里面用的人参是长白山野山餐,买的时候可贵了。 秉承着不能浪费的原则,我捏着鼻子灌了一大碗。 回厨房放碗时,却看到周静将鸡汤吸数倒在了洗碗池里。 我当即就沉了脸。 你在干什么? 周静没料到身后有人,显然被吓到,手一抖碗掉了。 我,我。 他慌张地回头,看到是我明显松了口气。 我快步走上前,冷着脸指着里面的瓷碗, 你要是不喜欢,可以直接说,这样践踏别人的好意。 婆婆知道的多伤心。 败家子,那可是野山餐啊。 面对我的指责,周静没有丝毫愧意。 孩子的尿不湿掉里面,脏了就倒了。 我,那你紧张什么? 我有点不相信。 我有紧张吗? 他朝我撇嘴,那是被你吓的。 大吼大叫,也不知道阿宇哥怎么看上你的。 我。 我不舒服地拧紧眉。 这不是我第一次见识周静的两副面孔。 当着婆婆跟许语的面,亲切地叫着我嫂子。 只有我们两人时,她就跟换了个人似的,态度恶劣。 先前我一直不明白她敌意的来处。 此刻,我隐隐有了猜测。 四,我还没开口,周静突然热情起来, 抢走我手中的保温杯,非要给我接热水。 与此同时,我听到了她的心声。 死老太婆没安好心,那么一碗油腻腻的鸡汤,想胖死我呀。 周静接好水,递给我时脸上带着笑意。 心声却是,阿宇不是夸这双手好看吗? 等会我就毁了她。 她怎么知道? 昨晚许语说这话是在我们亲密的时候,趁我震惊之际。 一整杯滚烫的开水浇了下来。 我反应已经够快了,还是没有完全避开。 手背迅速红肿起来。 我忍着疼痛,下意识寻找水龙头。 哎呀,都红了,肯定很疼吧,要不你打我泄愤吧。 周静掐住我受伤的手,把脸往我面前递。 灼痛感骤然加剧,手都给我疼骂了。 我怒意蹭了一下上涌,把高了音量,周静给我放开。 周静无动于衷,满脸挑衅。 接着我听到,快呀,打我呀,死老太婆和阿宇马上就要回来了。 哼,苦肉计呀。 我气急返笑,决定满足她这个要求。 啪,我扬起手,力道有点大,下手有点狠,打得周静脸都偏倒向一遍。 与此同时,开门声响起,徐宇和婆婆进了厨房。 周静细经附体,扑通一声,给我跪了。 漂亮的小脸梨花带雨,哭得那叫一个委屈惹人脸。 思思我错了,我真的错了,你打我骂我,让我做什么都可以,求求你不要赶我走,好不好。 五,周静还是有点表演天赋在身上的。 可惜徐宇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他,越过他来到我身边,看到我白膝手背上的伤, 敏锦纯一言不发地拽着我回了房。 阿宇哥,有什么话好好说,不要怪思思。 周静养着盈盈水眸,善解人意地说。 心里却得意地哈哈大笑,不自量力的李思思,天降怎么比得过青梅。 阿宇哥果然最喜欢我了,他肯定会在房间把李思思那个贱人骂哭,想想就好开心啊。 其实我也有点好奇的,青梅跟老婆闹矛盾,我这直男癌老公会怎么处理? 你不问问情况?我试探开口,观察徐宇的表情。 哼,徐宇发出一声冷哼,认认真真的帮我涂抹伤口,有什么好问的,肯定是周静那个搞事经的错。 要是错的人是我呢?我老婆做什么都是对的。 不愧是我的亲亲老公,永远选择无条件站在我这边。 我笑嘻嘻地抱住他脑袋巴唧一口。 在房间腻歪了会,我们去了客厅。 周静抽抽搭搭地跟婆婆在诉说委屈。 思思,只要你跟我道歉,他话还没说完,视线落在我和徐宇十指紧扣的双手上,神情凝智。 我对着他微微一笑。 不用我开口,徐宇就对了过去。 道什么歉,我看该道歉的人是你吧。 思思打我。 打你怎么了?周静被对得哑口无言。 心里却在骂我,李思思这个贱人,刚才在房间肯定给阿宇哥灌迷魂汤了。 很快他就镇定下来,柔柔弱弱地咬着唇,不着痕迹地撩了下头发。 右脸上五根手指印,清晰可见。 我笑着点点头,对自己的杰作很满意。 我没有爸妈疼,哥哥也不管我,要不是干妈好心收留,我和孩子就要流落街头了。 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,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。 周静一字三哽咽。 嘖嘖嘖,这茶言茶语。 今年奥斯卡没你我不看。 徐宇刚哄我吃了口木瓜,刀眼直接刺了过去,我们家不爱喝绿茶。 我没忍住,扑斥一声笑了出来。 周静脸都清了。 六,婆婆见气氛不妙,出来打圆场。 她没有听信周静的一面之词,又向我了解了一遍事情的经过。 我是打了周静一耳光。 我大大方方承认。 周静双眼骤然放亮,好像抓到了什么不得了的把柄。 还不死心地想在许语面前博取同情。 阿宇哥,思思,结果话还没说完,就被许语无情打断。 啊啊什么啊? 废话少说,我老婆受伤了,你最好给我个解释。 周静没料到许语完全不吃她这一套。 正愣在原地,好伴上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, 急急地指着自己的脸,我也受伤了。 许语白她一眼,你受伤关我什么事? 周静被许语一句话哽在原地, 气得胸口剧烈起伏,还不忘恶狠狠地回瞪我一眼。 给我等着,早晚有一天我会把阿宇哥抢过来, 他护着的人也会是我。 盲目自信,是梁静如给你的勇气吗? 我冷吃一声,周静我为什么打你? 你心里没数吗? 此话一出,三个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向我看来。 我勾唇,不急不徐地翻转手腕,伤口上有两条很深的指尖印。 正是周静掐出来的。 许语给我涂药的时候还不太明显。 这回看到痕迹,脸都黑了。 婆婆一直默默地在旁边听着。 谁都不偏袒。 直到我的手背显露出来,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。 周静还想狡辩,对上许语痴人的眼神,硬生生咽了回去。 他转动眼珠,思索着开脱的办法。 还没想出来,他儿子哭了,周静解脱斑泻了口气,借着儿子的油透溜进了房间。 许语还不肯罢休。 直到领导找他有急事,才愤愤地去了书房。 周静道不道歉,我是挺无所谓的。 反正我扇了他一巴掌,不亏。 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把人给弄走。 七,周静躲在房间里一天都没出来吃饭,估计是没脸见人。 我乐得清静。 晚上追玩具去厨房给婆婆熬里汤,恰巧碰上从里面出来的周静。 他手上端着一碗冰糖雪梨。 干妈咳嗽,我给他炖的。 他得意地朝我挑眉。 想炫耀什么? 婆婆咳嗽,我不知道。 还是你截足仙灯用我买的雪梨去献佛。 不过说到底,婆婆咳嗽还不是因他而起。 周静不会带孩子,又没耐心,小诺一哭就找婆婆, 昨晚在客厅哄了一夜,着凉寿的寒。 只是,我更疑惑的是周静,看她的样子似乎跟婆婆解除了借地。 果不其然,我听到了她的心声,你们是婆媳又怎么样,只要我掉几滴眼泪,搬出死去的爸妈,再骗她是常年被家暴造成的应激反应,老太婆一下就信了,真好哄。 周静踩着轻快的步伐进了房,我迈不跟了过去。 干妈,你好点了吗?我刚才趁着小诺睡觉,亲自给你熬了些冰糖雪梨,希望吃了有用。 周静动作轻柔,满满都是对婆婆的关心。 可内心却是,别死这么早,银行卡密码我还不知道,难为你费心了。 婆婆不知情地接过完,还在感谢周静。 我闲适地倚靠在门框上,装作随意地开口,妈,最近骗子变多,你出门买菜小心点,别被人骗了,特别是涉及银行卡啊,各种支付密码啊,一定一定不要说。 周静震惊地回头,我对着她神秘一笑,掉头开门去了。 周静你给我出来,你老实告诉我,是不是在外面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。 周楷也就是周静哥哥,裹挟着一身怒火进来,满屋子找周静。 八,她扫了一圈没见到人,把视线投向我。 虽然我很猛,但并不妨碍我给她指方向。 周楷正往房间走,听到动静的周静和我婆婆出来了。 哥,你怎么来了? 周静看到周楷没有喜悦,反而还让我品出了一丝责备的语气。 周楷开门见山,亮出手机号码,这人你认识吗? 认,认识。 周静瞳孔色缩了下,我眯着眼,站直了身体。 周静在害怕。 你跟她什么关系,怎么跑我这来要人? 面对周楷咄咄逼人的质问,周静委屈地掉眼泪,就是不说话。 婆婆在一旁安抚她,不要急,坐下来慢慢说。 周静缓了会情绪,说对方是她老公,又把之前跟我们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。 毕竟是亲兄妹,任谁听到自己的妹妹被人虐待欺负,都会气得想打人。 周楷紧捏拳头,银牙膜地霍霍想,真当我周家没人了,你给她打电话,想要人,让她亲自过来,我倒要好好会会她。 周静无声摇头,一副伤心透顶,这辈子都不想见到人的模样。 心生却是,不能来,来了不就露线了。 我一下来了精神,露线,她在隐瞒什么? 酒,好奇有,但有线。 目前迫在眉睫的,是让周静从我家办出去。 于是,我主动提了出来,线下误会也解开,你们两兄妹也很久没见了,想来有很多话要说,刚好时间也早,不如今天就搬回去吧。 婆婆也很认同,是啊,看到你们一家和好,我是真高兴。 周凯是个老实人,知道妹妹受了委屈后,恨不得分分钟将她带回去,好好带她。 周静迟迟不张嘴,绞尽脑汁在想对策。 不能搬回去,阿宇哥还没勾搭到手,我一定能想出办法的。 还不死心啊,那我就再给你加把火吧。 我装作为她考虑的样子,小静,你不想叔叔阿姨吗? 他们去世的时候可想你了,你一离开就是这么多年,这好不容易回来了,可得去给他们上炷香,抱抱平安。 周凯想起往事红了眼眶,婆婆悄悄抹眼泪。 现在的周静就像架在火上烤得诸无处可逃。 她不情不愿地应了声,好,小诺好不容易睡着,我明天搬回去。 阴侧侧的刀眼偷偷刮我,内心也全是对我的咒骂。 我怂怂肩,目的达到就成,只是可惜了,要多等一天。 许宇回来时,我告诉她这个消息。 她说周静以前在学校风平就不好,还老黏着她,跟狗皮膏药一样。 美美地睡了一觉,想到周静马上就要从我家离开,这心里就跟冒泡一样美滋滋的。 在外面逛了会街,我算着时间回的家。 结果婆婆告诉我,周静走不了了。 我,时,就是这妖巧。 早上起来,周静和小诺都发烧了。 我第一反应,她又在搞什么幺蛾子。 毕竟,昨天我还听到她不想回去的。 我带着满腹疑虑去了她房间。 周静在床上玩手机,是周凯送来的。 听婆婆说,你和小诺生病了。 我走近她,小诺在睡熟,圆圆的小脸淡红扑扑的。 周静不知道在跟谁聊天,见到我后,心虚地藏了下。 与此同时,我也看到她额头贴着的退烧贴。 是啊,今天搬不了了。 周静洋洋得意。 我仔细观察了下,她眼神清明,说话中气十足。 乃像个高烧不退的病号。 不相信。 来,摸摸,烫的。 她勾唇,把手臂往我面前递,我还真叹了下。 滚烫的触感。 我深深地看了她一眼,百思不得其解。 转身正要出去。 耳边突然传来周静的心声。 蠢货,我用了两个暖手宝,肯定是烫的。 还想赶我走,门都没有。 我了然,没有急着拆穿她,而是找来在厨房给周静熬粥的婆婆。 妈,我在网上看到,受寒引起的发烧药武汉,这被子太薄了,换床后的吧。 周静慌了神。 我快不走过去,不由分说地掀开被子,把周静从床上拎起来。 还真在她屁股下看到了两个暖手宝。 呀,这里怎么有两个暖手宝。 我假装惊讶住。 周静意识到事情暴露,还试图扑进去,掩藏证据。 开玩笑,我会给她机会吗? 我用胯骨拱了她一下,率先拿到暖手宝。 婆婆正在衣柜里找后棉被,纹生回头,看到暖手宝当场沉了脸。 周静善笑两声, 我,我也不知道暖手宝怎么在这。 可能是小诺放的。 婆婆气得脸都憋红了。 要不是故计小诺在睡觉,都要张嘴骂几句。 她真心对待的干女儿,把她当喉耍。 小诺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,能干这些? 我抱怀在旁边看戏。 周静泪眼婆娑地解释,说怕嫂子不好相处, 不想回家,才出此下策。 而且,小诺发烧是真的。 她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,看到了一丝转环的忌讳。 事实证明,小诺确实发烧了。 外面雪越下越大,我滴滴地叹息一声。 婆婆脸色缓和了些,但依然不好看。 我没有再听到其他的声音。 不过,周静这算是在婆婆心中种下了一颗不信任的种子。 离开前,婆婆还发了话,等小诺好了,你们就搬回去住。 十一,接下来几天,周凯儿子跟人打架,他忙得抽不开身,没过来看他。 出乎意料的是周静突然变得安分手挤起来。 不过却频繁地外出,每次回来都或多或少地带着点伤。 整个人也变得焦躁不安。 我是不可能关心他的,婆婆自从上次的时候,对他也冷淡了不少。 但也有让我们忧心的事。 小诺高烧一直反复不退。 药也吃了,医院也跑了好几趟,却一直不见好转。 婆婆坐在沙发上无心看电视,忧心忡忡地叹起。 比起周静的淡定,婆婆是真的担心小诺。 他找我商量,我想花点钱帮小诺做个全身检查,高烧烧的精神都萎靡不振,怪可怜的。 我从手机上挪开视线,好,到时候我陪你们去。 周静整天不着家,他是指望不上了,放着婆婆带孩子去,我也不放心。 正聊着,周静从外面回来了。 今天脸上挂了点彩。 看伤口的样子像是被人打了。 他眼神回避,这几天都躲着我,匆匆点了下头,就要回房。 我出声叫住他,把要带小诺去医院的事跟他说了。 周静明显心不在焉,敷衍点头。 我却在这时听到了他的心声。 杀X,我每天半夜给他洗冷水澡,全身检查又有屁用。 阿宇哥已经好多天没回来了,这让我怎么勾引啊? 那个男人给的时间不多了,我要想想办法。 我被他的一番话雷得外焦里嫩。 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妈妈? 十二,晚上吃饭的时候,周静有意无意地打听徐宇什么时候回来。 我往嘴里塞了口青菜,项目收尾了,待会就回来。 周静扶着碗的手顿了下,面上不动声色,心里却欣喜若狂,哈哈哈哈,终于等到阿宇哥回来了,晚上我一定要拿下他。 周静很自信,而他的自信来源于他买的药。 但是我怎么会让我的亲亲老公吃药呢? 于是,我故意跟他透露,妈,公司临时安排出差,我等会吃完饭就要收拾东西去机场。 婆婆小小惊讶了下,毕竟我从来不出差的。 我朝他眨了眨眼,婆婆心领神会的眉之声,还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。 看着时间差不多了,我站起身去房间收拾衣服。 周静挤了进来,前所未有的热情,思思,小诺睡觉了,我反正闲着也没事,帮你一起收拾吧。 我没有拒绝他,还往旁边挪了挪。 随之他的心声响起,真是天助我也,等我把阿宇哥搞到手,就让他把李思思这女人踹了。 十三,出差本来就是幌子。 我假模假样地往箱子里塞了点东西。 在周静殷切的目光中出了门,外面还在下雪。 我没有离开多远,就近找了家咖啡店。 一个小时后,许宇到家,周静迫不及待去洗澡时,婆婆给我发来短信。 我缓缓勾起唇角,鱼儿马上就要上钩了。 我把箱子系在老板这,踩着雪花飞奔回家。 婆婆借口头疼,提前睡了。 许宇从回来后,就待在房间没出来。 此时,周静意识到时机到了。 大冬天的,身上只挂了几块布料,从房间出来前,先小心翼翼地查看了下情况,确定没人后,快速钻进厨房。 在出来时,手里多了一杯牛奶。 扭着腰脂,自信满满地敲了下许宇的门。 手刚碰上门就开了。 她大喜过望,挺了挺胸,推门进去。 我和婆婆在房间里看了全过程。 婆婆气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 一开始我跟婆婆说周静,给小诺洗冷水澡时,婆婆还将信将疑。 在她看来,孩子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。 虎毒还不食子。 当妈妈的再狠心,也不可能伤害自己的孩子。 现在亲眼看到她的行径,婆婆是彻底相信了。 许宇没在房间,周静发现不对劲就会出来,我们过去吧。 我提醒还现在气氛中的婆婆。 不给她抓的现行,周静是不会承认的。 婆婆回过神,气冲冲地往外走,引狼入室啊,今天我非得将她赶出去。 十四,房间里面黑暗一片,只有卫生间传来微弱的灯光。 床上拱起来一大块。 周静用被子蒙着脑袋,听到动作误以为是许宇来了。 阿宇哥,思思梅在家,我怕你冷,特意过来帮你暖被窝。 娇滴滴的声音软绵无力,嗲得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 婆婆沉着脸按下开关,房间瞬间明亮起来。 周静等了会,从被窝里探出个脑袋来,看到是我和婆婆,吓得花容失色,尖叫出声。 怎,怎么是你们? 我真是眼瞎,摊上你这么个不知廉耻的人。 婆婆气到发抖。 干妈,不是你看到的这样。 周静还在极力辩解。 我呸,别叫我干妈,我也是有脸有皮的人。 她骂完伸手去扯被子,看到周静暴露地穿着,硬生生止住了。 婆婆回房给周静拿衣服。 徐宇从卫生间出来,撇着嘴球表扬。 你老公,我演得不错吧? 你演啥了? 你就一公巨人。 不过说到底,没有徐宇的出现,周静也不会上购。 我敷衍地对她笑了笑。 你们,连起手来耍我。 周静的眼神能杀人,被子滑到肩膀以下。 徐宇要回头,我眼急手快捂住她的脸,将人推进卫生间。 老实在里面待着,没叫你别出来。 十五,周静磨磨蹭蹭换好衣服来到客厅。 她哥周凯已经到了,快点过来。 周凯瞪她一眼,颇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。 你啊你,糊涂啊,要不是下一念这父母的情分好心收留你和小诺。 你早流落街头和西北风去了,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丑事来? 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 周凯是真的嫌丢人。 从进门开始,一直羞愧地不敢抬头面对婆婆。 周静坐在周凯旁边,沉默不言。 气得周凯要动手打她。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,错的又不是我,是他们连起手设计我。 周静丝毫没意识到错误,还好得理直气壮。 周凯眼里满是不敢置信,脸红脖子粗。 你,婆婆事实出生,你们兄妹的事情,你们自行回家去解决。 她看向周凯,今天叫你过来,就是让你见证一下,我跟周静解除关系。 从此以后,我不再是她干妈,她也不再是我的干女儿。 周凯点头嗨腰,连连赔不适。 带着周静和小诺脚底跟抹了油一样跑了。 我站在门口目送他们离开,周静走了一半回头看我,眼神冰冷可怖,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。 心里把我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。 我丝毫不在意,不过是失败者无力的犬肺罢了。 我朝着她缓缓勾起唇角,露出胜利者的微笑。 周静一口老血差点没吐出来。 十六,周静走后,婆婆愧疚地拉着我手道歉。 她说是自己识人不轻,让我受委屈了。 我笑着宽慰她,你只是做了一个干妈该做的事情,不要把坏人的过错强加在自己身上。 可笑的是,坏人还不觉得自己有错。 我们一家恢复到了正常的生活。 婆婆自觉对我有愧,比先前加倍对我好。 这天,我正在上班,周静嫂子接了个电话,神色慌张地回去了。 当晚回到家,我就从婆婆口中听说他们家门上被人泼了油漆。 查到是谁干的了吗? 不知道,去物业查了监控,这几天刚好坏了,什么都没拍到。 我挖了勺冰淇淋塞嘴里,若有所思。 婆婆还在感叹。 门铃响了。 来的人居然是周静和周凯。 两人看起来爆发过很激烈的争执。 干妈救我。 周静看到婆婆跟看到救星似的。 婆婆侧身躲开了。 我让你去报警,你来夏阿姨家干什么,跟我走。 我不去,不能报警。 我和婆婆听得云里雾里的。 吵闹声太大,引得左邻右舍纷纷探头出来查看情况。 婆婆无奈,只能先把两人请进来。 从周凯嘴里,我们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 去他们家颇有妻的是周静老公。 周凯要去报警,周静死活不让去,问他原因也不说,还跑了出来。 你说出来我还能帮你想想办法,你要是不说,那今天我必须报警。 周凯态度坚决。 我试图听听周静的心声。 哦,货。 啥都听不到。 周静死活不肯说,兄妹俩一直僵持不下。 我无聊地打了个哈欠,我来报吧。 时期,我号码书好,手指都放在了拨通键上。 周静才不得已松了口。 接下来,我听到了一段粉碎三观的话。 周静大学时,谈了个比自己大很多的男朋友, 花费了人不少钱。 毕业后又嫌弃人太老想把人甩掉, 奈何对方是个硬查,被逼着领证结了婚。 婚后他依然不老实,出轨假富豪,还想介子上位。 结果被人骗财骗色。 是他婚内出轨在先,不敢把事情闹大,只能哑巴吃黄连,计划着偷偷把孩子打了,当无事发生。 可惜运气不太好,去医院的那天被老公发现,直到生产都没找到机会。 最后还是因为孩子血型问题漏了线。 男人把他囚禁在家里,每天三顿打。 周静想离婚,对方让他赔偿之前在他身上花的钱。 一百万对没上过班的周静来讲,无异于天文数字。 在一次次家暴中,他找到机会逃了出来。 你,你真的要气死我啊。 周凯怒从心起,蒙扇了周静一耳光。 只要把一百万给他,他就会跟我离婚,放我离开。 周静手脚并用塔回来,去抓周凯的衣服,被他踢开了。 我上哪给你去找一百万? 周凯家的情况,我了解些。 他爸妈都是因重病去世,当时为了给二老治病,连仅有的房子都卖了。 现在住的还是租的,周静目光呆滞地跪坐在地上。 走投无路时,他想到了我婆婆。 干妈,你一定要救我,我知道你们家有钱,实在不行把房子卖了。 等我离婚后,会想办法还你的。 我惊得何不拢嘴。 脸了?你犯错,凭什么要我家卖房子? 气着气着,我就笑了。 脑袋突然灵光一闪,悟出了点什么。 疯了疯了都疯了。 婆婆离他远远的,看他的眼神跟见了鬼似的。 我问出了心中的疑问,所以你勾引我老公,就是想让他当冤大头,给你还一百万。 周静没承认,也没否认。 婆婆气到差点被过气去。 原本还碍于周凯的面子,让人待在家里。 此刻是,一分钟都不想看到周静,从卫生间拎了个拖把,二话不说,将兄妹俩一起打了出去。 真是丧尽天良,以后再来我家,我见一次打一次。 人都走远了,婆婆还在发泄心中的怒火。 十八,周凯最终还是不忍心,到处在跟人借钱。 当他颓丧着脸来我家时,我问他借了多少? 十万。 对于一百万,那不过是杯水车薪。 我不可能借他钱,但点了他一句,你不是只有哥哥一个身份,还是丈夫,是孩子的父亲。 那一瞬间,周凯好像苍老了很多。 很快周静的事迹在小区传播开来,连带着一起的还有他出轨的照片。 现在他们一家跟过街老鼠似的人人喊打。 周凯为了给周静凑钱,班也不去上。 他老婆看不下去,两个人天天在家吵架。 小孩也被老师送了回来,等处理好家务事再送过来吧。 学校挨着小区,他们家的这点事情闹得人尽皆知。 小孩在学校被同学指指点点,骂他们有个不知减点的姑姑,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小孩气不过就跟人动手。 一个星期后,周凯老婆重新回归岗位。 他跟我说周静跟那个男人走了,孩子被留在了他们这里。 两个孩子都养不活,现在还要养三个。 他把周静里里外外骂了一遍,不过也算给周凯留了个念想,慢慢地从那件事里走了出来。 从那以后,我就没再关心过周静的事。 我以为我们不会再有交集。 三个月后,我和老公去海城捕蜜月。 在酒店的大堂里,听到了周静的名字。 一千、五百、八百。 他背对着我,正跟一个模样看起来五十多岁的男人在讨价还价。 男人笑容猥琐,手更是在他身上不老实地游走。 最后两个人像是谈妥了,相拥着进了电梯。 电梯门关上的瞬间。 我和周静四目相对,他化着浓妆,却依然可见被打得乌青的眼角。 见到我,平静地像个陌生人。 许宇拍了下我的肩膀,看什么了,叫你好几声都没回神。 你相信因果报应吗? 我无厘头地来一句,挽着他的胳膊往外走,许宇还特认真的想了下。 相信?嗯,我也相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